今天的主題還是要來開箱 我們這個順安佐的 這支大屌 GO 真的有大 沒有吧 我覺得很普通 你割得蠻漂亮的 你說你是小時候割的 對啊 小時候割 這個有美 這個真的是漂亮的 我覺得我沒有勃起 跟有勃起的時候差蠻多的 那廣告係數一樣 廣告係數比較大 但你這樣就很好洗啊 因為你平常就是全弄 割完包皮的乾淨程度 就是會比別人容易清潔 到底有多少個人誇獎過你 這支 又香又香又好吃 他剛才跟我講的一個數字 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這回事 他講的一個五位數 平常這麼常在練的人 有沒有觀察到這個現象 真的是 真的是練越重要的人 他下面越小嗎 那其實像我們 都不練的啊 都不練的 我們就是怕變太小 所以不去練 越不練越大這樣 我覺得應該主要都是比例問題吧 因為其實我在 比如說健身房的運間 或者是很壯的人之類的 他的身體我不覺得會說特別小 可能只是他身體比較大 所以比例上看起來會小 所以你覺得 你覺得可能是比例上的問題而已是不是 對 或者是他可能 蛋蛋有可能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蛋蛋小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應該打藥大 他在用藥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很難從外表去感覺啊 但是 最最最明顯的應該還是就是胖的啦 因為胖的真的是 因為體脂肪的關係 真的會看起來比較小一點點 像我們現在一直在推廣 就是你一定要瘦身 像很多人進來說 他要割包皮 站著就看到 只剩下一點點 但其實你用促整的時候就會知道 他其實他的本體還算蠻大 其實我小時候就是那種你知道嗎 那你小時候有多胖 真的真的 我小時候大概小學的時候 小學跟國中的時候 我就是胖到就是 看不到自己的雞雞 沒有看得到 然後大概就前面包皮這樣一點點 那人家說什麼 外國的月亮比較遠 然後我們知道安佐之前 有在那個聯邦那邊待一陣子 那你就是跟 進修一下 那跟那邊的人相處起來 應該也蠻常坦誠相見的 所以跟台灣的那個 健身房的田野調查比起來 你覺得國外真的月亮比較遠 比較大嗎 老實說 在聯邦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有獨立的領域間 雖然都是連在一起 但是都是有隔間的 就還是有遮起來 這麼能信話 但我可以跟你說 很多時候 我真的覺得外國人 真的就是比較大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可能 他穿著褲子 我都看得出來 他有一根東西在那裡 藏個武器這樣 確定他不是放一個查理王在那邊嗎 不是 而且重點是 就是正常狀態就一直都是那樣 然後我說哇塞天啊 那不過今天的主題還是要來開箱 我們這個孫安佐的 這隻大條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一些素前的檢查 我們等一下會做一些科學的測量 我們來預估一下 是不是跟我們實際上看得是一模一樣 那我們先來量一下 因為聽說身高高的人比較大嘛 我們來看看 安佐多高啊 183喔 沒有剛剛好180 那我們現在來量那個 手指的那個 到最底 OK好在這邊 好我幫你量這裡 好 好那你先指 哇XX16欸 那我們客觀的數據有了 現在就讓我們進去開箱 主觀的數據吧 GO 我覺得沒有看過醫師那麼鬧過 對啊跟平常醫師給我的形象不太一樣這樣 信心喊話嗎 我覺得就平均普通size吧 對啊沒有要特別大特別小 普通就好啦 對啊對我來說就這樣 飢餓就好啦 對 另外一個拉到大腿喔 好那可以 我把那個 喔XX 喔真的有大 沒有吧我覺得普通欸 欸你割得滿漂亮的欸 你說你是小時候割的 對啊小時候割 這個有美 這個真的是漂亮的 第一個看是看比例啦 因為我們是看這個 黑色的地方跟這個白的地方 我覺得我沒有勃起跟有勃起的時候差蠻多 喔那篷杖係數一樣 篷杖係數比較大 但你這樣就很好洗啊 因為你平常就是全肉 喔對啊 對啊 就是也是這樣 就是 欸有些人這樣吹死了 是不是用過都說讚 兩塊 打手槍嗎 打手槍 是怎麼打 喔打手槍是怎麼打 就 這樣啊 你會用潤滑技嗎 不會 那是因為他小啦 他小時候到現在已經夠強了 但其實我們要教你一下 對啊要用潤滑技 要潤滑技 就像你大砲 你打砲是跟皮打嗎 不是啊 跟包皮打不是啊 那為什麼打手槍是 所以不應該跑皮 特別是你割完跑皮 剛割完大概一兩個月好了 那一直拉扯一直拉扯 那皮膚那個疤痕就會越來越出 喔 像你的疤痕很美 因為你從小就做的 而且你可能小時候 你還不知道你要打槍 對 過了好幾年才開始打 是 我記得下次會多加一點潤滑技 OK 可以出來嗎 那我們就到一個段落 好 好 看完了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總檢討 其實我們滿驚訝的 因為這真的是我們 少數看過以來 真的是算是 非常好的屌 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要怎麼樣去表達 他有多好看 我們有個評分表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粗度的評分 滿分是10分 我覺得是比例好 有些人像 像大頭 像垂頭沙 不好看 不優 但他是略大的 這種 漂亮 我自己給要9分 有這麼粗嗎 我覺得差不多 因為第一個是看比例 因為你是沒有勃起的狀況跟我們看的 粗度我覺得是給到9分 沒錯 你剛剛不是 有脫口罩嗎 他的粗度在我脫口罩之後 喂 再來就講長度 長度因為安卓很瘦 其實我們剛好幫他稍微按了一下 磁骨上方 所以他長度是完全顯露在外面的 他不會像有些人因為真的太胖 那個 就是 有點像是包埋式的影子 像他沒有 他沒有這個困擾 算是天生粒子的 對 所以長度以沒有勃起來講 是平均值以上 這邊我應該也是會給到9分 哇 你們都給我滿高的分數 這裡我可能要給個10分 那第三個乾淨程度 我覺得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好講的 對沒有好講 割完包皮的乾淨程度 就是會比別人容易清潔 到底有多少個人誇獎過你 這隻 又香又香又好吃 他剛才跟我講的一個數字 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這回事 他講的一個五位數 那包皮外觀剛剛有講過嘛 他的色差比例啊 還有抓的 歌的長度 這個都是接近完美 堪稱像是我們歌的一樣 對對對 我覺得他這個是很漂亮 那他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八痕還是有一點點 我覺得可能是跟 小時候用那個 那個縫線 縫線一點點 一點點很輕微的八痕 所以這邊我應該給到8.5 這邊我還是會給很高分 因為我覺得那個一點點的八痕 也算是男人的商標啦 我覺得那是很棒 最後一個是健康程度 我覺得是滿分啦 因為 安佐 不知道怎麼亂搞 但是他下面非常健康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很乖 所以那個 有些人性經驗比較多的 那或者是比較不注重安全 保護措施的 會有一些牛農啊 發炎啊 紅腫啊 上面有一些小小的菜花 所以你是真的可以一看就知道說 這應該有性病 有有有有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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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些人真的是很特別 他們下面都已經流湯了 太不來 然後他還會強調說 我沒有不安全性行為 我就是去泡個溫泉 沒有他說 我都有戴套 那你口交有戴套啊 當然不行啊 誰口交會戴套 就是沒有安全嘛 他只是認為他有 戴著的保險套就是安全 錯了 但是他這個健康程度非常好 完美 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還是一樣給超高分 我這個會給10分 因為真的是超堅定 這可以給超過10分嗎 不行 滿分是10分 那這樣子的話 總分我們來看一下 94.5 所以我覺得安佐哲真的是高分 就以我一個泌尿科醫師來看 我會覺得我蠻佩服他當初的 那個醫生的手藝 因為其實 其實大部分 平常的時候都是包皮蓋住的 那有些人是包皮平常沒有蓋 那種真的就是天選之屌 他這個各個方面上面 都會比蘇蘭佐再高一點 但是那個很少 那但是要割完包皮之後 還能像這樣子的 那真的要找對醫生 對 第一個要找對醫生 然後第二個是你本身的體質 體質夠好 好 我覺得 以前看泌尿科的時候 真的是在我還是很小的時候 然後最接近現在 然後又被人看 應該就真的就是在聯邦見守 很像啊 就是 我翻一下這樣 欸 OK 看過沒事 就是 好像不太禮貌 你知道嗎 看一下 OK You good man 他們還會 幫我喬一下 我覺得很貼心的感覺 在玩一個精品的概念